在曾经看过的TD演讲 如何才能够过好这一生当中 对千禧一代 1982到2000年出生的人 有一个数据调查 有超过80%的人都说 最大的生活目标就是要有钱 还有50%的年轻人说 另一个重要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出名 于是这一代人的生存理念就是 要加倍努力工作 要有更多的成就 这样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个理念到底对不对呢 这一代人要等到老到什么时候 才能知道结果 才能知道有多少人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到最后还依然保持着健康和快乐 不过在演讲中 哈佛大学有一项关于成人发展的研究 恰好给出答案 他们用了长达75年的时间 跟踪了724个人的一生 这些人覆盖了各行各业 有一些人在别人看来很幸福 通过努力获得了财富或者名望 还有一些人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过着人们认为不理想的生活 跟踪到最后发现 那些每天和家人朋友 邻居 开心地相处的人 才是最后依然保持着健康和快乐的人 他这个结果和财富名望 并没有关系 这些人中 有一些拥有财富或名望 但有更多的人 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 人们往往觉得最开心的是 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 就是挣了许多钱 或者是功成名就 但是当人生即将泄募的时候 回首过往才发现 那些曾经觉得重要的东西 其实可有可无 那些曾经认为 自己实现了人生目标的人 最后并不一定会快乐 而真正幸福的 是那些最后依然保持着健康和快乐的人 脑子里总想着开心的是 异于身体健康 因为我们身体中的每个细胞 都能够感知到 美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 布鲁斯·利普顿写的 《信念的力量》一书当中提到 我们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都是一个智慧体 每一个细胞都有自身的目的 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以利于成长 避开疼痛和毒素 它们都具备学习的能力 而且能够记住学到的内容 当我们开心的时候 感觉身体特别的轻松愉悦 原来是每个细胞都在那里 配合着一起快乐 这种说法真是妙不可言 与此类似 日本的医学博士江本胜 在《水知道》答案当中 关于健康和快乐的诠释 更是奇妙 书中论述 要想快乐而幸福地度过一生 只要让占到人体70%的水 干净就可以了 江本胜说 水可以感知到情绪 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用非常复杂的办法 拍摄了水晶体的照片 当人们对着水表达 爱与感谢的时候 水的结晶 非常的清晰呈现出 美丽的六角形 而表达浑蛋的时候 水的结晶变得 破碎而淋散 这是多么神奇的原理 有了这些权威人士的研究结果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 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都能读懂我们的心事 只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开心 占体内70%的水 会流淌着漂亮的结晶 让身体里装满快乐 曾经在朋友那里看过一本书 叫窗外的梦 这本书的作者 让人非常震撼 作者是一名 患了瓷娃娃脆骨病的姑娘 住在黑龙江省 隋化市的一个小山村 她叫魏小红 今年30岁 也在床上 躺了30年 身高1米1 体重仅10公斤 她的生命 需要每天靠西洋维持 但她却天天向人们传递着 如何快乐的生活 她的妈妈告诉她 只要活着就不可怜 她没有自怨自艾 心里只有快乐和梦想 窗外是她的梦 为了更好地了解窗外 她在电视上学习认字 后来又学会了玩电脑和打字 她通过网络认识了许多朋友 她向每一位朋友传递着自己的快乐 她乐观的生活态度 让每一个健康人都自愧不如 她曾经说过 命运是我的主人 我是心态的主人 人活着的不是肉体 是心态 是灵魂 朋友们都喜欢她 有许多人从全国各地过来看她 并帮助她实现了一个心愿 去游览了她最喜欢的城市 哈尔滨 在此之前 她除了经常被送去医院 几乎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 也是朋友的帮助 她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书 《窗外的梦》 如今这本书已经卖光了 她说她还会写第二本 第三本 这个终日躺在床上的姑娘 就那样静静地 乐观地 坚强执着地活着 没有退缩 没有抱怨 她的梦在窗外 而我们正生活在 她梦想的窗外 也许我们走在林荫大道上 却无暇顾及花落花开的四季 只顾着低头 赶往去处 我们一边买着匆忙的脚步 一边盘算着 什么时候再换个更大的房子 再买一辆更豪华的车 也许我们正穿梭在 都市的人流中 但我们早已麻木于 这种繁华和热闹 只觉得有些拥挤 有些吵闹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忙碌着 似乎又拿不准 自己到底在忙些什么 我们的身体是自由的 但我们的心却被困在了 没完没了的烦恼里 我们好像也需要一扇窗 一扇能够看到快乐和幸福的窗 魏小红恰好用窗外的梦 给我们开了这扇窗 她用她的亲身经历 告诉每一个人 只要活着就是幸福 并且她还能让自己 活得越来越幸福 在TD的另一个演讲 行动指南如何跳出 舒适区中 讲了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科学家 已经计算出来的 我们被生下来的几率 他们考虑了所有的战争 自然灾害 恐龙和所有的一切 然后计算出 我们被父母生下来 拥有自己的DNA的几率 是四百兆分之一 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的幸运 我们没有理由抱怨生活 当我们被早起的鸟儿 啾啾地吵醒时 也许会埋怨 不能够睡个好觉 也许会发愁一天的工作 也许会担忧孩子的学习 家人的健康 想想我们的四百兆分之一 那些烦恼 就都变成了小确幸 小美好 处处都能够发现快乐和好运 就像这句歌词 大声欢笑让你我肩并肩 何处不能欢乐无限 抛开烦恼 勇敢地大步向前 在日落的海边 在热闹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后半辈子 竟然开心成为一种习惯 快乐度过每一天 更暗 也更暗 回头空间一段 迷漫 风迷漫 四季推过重担 大雨将被欢都重担 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 看似过去却从未走远 拥抱的温存梦醒一半 道别伤害的耳畔 我好诉说声不忍再看 命运生风轻明暗 让是非与你无关 我的荒乱我的伪装 我的不舍被你一眼看穿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